今天我们来到了威海高兴区的火炬八街前面的海滨 看一看这边 这个火炬八街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街道 咱们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路边停了很长的车 很多车辆 我的车也停到路边了 我的左手海边它是北面 然后我的右手是南边 火炬八街 用中文英文和韩文标注的 这里的车辆基本上都是威海本地的 这里东京122度 01分33秒 北北是37度 31分29秒 这边还有个露天酒吧 环海路 文化西路 火炬八街 这应该是一个取景的一个地段 面上大海寸暖花开 微海火炬八街 有你在身边 风都超级的甜 这是客栈 旅程 不止于此 其实这个街很短啊 就那么一点 那么一截子 这叫文韬居 相当元舍 怎么讲 有很多人在这拍照 特色街吧 这里 那边是高楼 这边呢 几座这样的小楼房 改造以后可能成为民宿 那边也是一样 或者是小宾馆 海边小宾馆 这也是客栈 旅拍跟拍 大家下来看看吧 走下来从这个角度看看景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坡渡 然后从上往下拍 可能有点味道 底下喝的啤酒 参巴客栈 再到小市岛看看去吧 这边 这边是公路边上 要停了很多的车辆 拍得很远很远 这边应该是一个海水浴场了 开始预产 很小一点啊 有限的资源 清八下午茶 民宿四方菜 这里要看看小市岛 然后帆船基地 重新广场 游客重新 游艇通道 这是游艇通道 它这个沙子呢 呈现的金黄色 然后这么多游艇 然后这个海岸线 这一般吧 都算是海水浴场 海水很蓝 有一些垂吊者 从这就能上得去啊 这边地下有个通道 这是木栈道底下啊 有那么一个通道 可以下去 咱们也走过这个木栈道吧 从底下过来 到海边看看 我们的银滩的颜色啊 沙滩的颜色是 真是银白色的 这里呢 颜色就是发红 发黄 黄金海岸啊 这边的礁石 咱们看到的啊 都是年轻人 海水的确比较干净 这叫什么地方啊 叫不上来 好像天文台一样那边 黄色沙滩 有一个小汽艇啊 刚刚上岸 上面坐了一个小姑娘 这里叫 威海九龙帆船俱乐部 这里有个售票处 咱们打听一下 这边的 麻烦问一下 这个坐一趟船得多少钱啊 就是这个契船啊 一个人一百块钱 一个人一百块钱 多长时间 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啊 摩托艇 每圈 二百块钱 二百人一人 翻船是每圈 也是二百人 这个翻板是每小时三百元 大黄鸭是每人二百元 太阳伞这里都有些价格啊 水上飞人的话贵一些啊 五分钟四百八十元 叫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这个叫火炬八街 九龙俱乐部 声音还好吗 现在有人少了 这个已经熟悉过了 这里有翻版 这是哈工大 和他们一个合作共建 的一个翻船基地 和大学合作的 小鸭子 这摩托亭又出发了 真是建起了 非常高的 白色的水花 这摩托亭又出发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翻船了 这小小汽艇 速度非常快 这个刚开回来 哎呀 又出发了 这是炫技术呢 别急穿着救生衣 沙滩不像银滩 老年人居多 这纯粹是年轻人的天下 一对小鸭子 挖着沙滩 不再有人啊 上船下船 这一个姑娘刚下船 一个小伙子就上去了 看来这个火炬八街 的确是年轻人的打卡的地方 老大妈妈都是年轻人啊 从这个小山坡下来啊 我们来到了小石岛 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 一个小的一个观光台吧 过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公共卫生间 这个小石岛这个地方啊 尤其啊 老的一些民房啊 老的房子 我有猜错了 就这一路上 小石岛 今天可能是上潮 台里面露出一些礁石 这里风不小